去年這個時候 土城南天母已經是萬綠蟲中 布滿了白點 銅花開 賞童的民眾專程上山 捕捉小白花的蹤跡 而今年新北市銅花祭的主場 也就是在土城的南天母 預計4月29號舉辦一連串的活動 但銅花卻還是未開花 今年可能是月底還是月初 所以還要等一塊 可以上山來賞童 對啊 滿山綠樹一片翠綠 幾乎看不到銅花蹤影 透過鏡頭只有發現遠處山頭 有些白色花朵隱藏在綠色山林中 除此之外 滿山遍野就是看不到銅花 如果要為了賞童而來 真的會讓人失望 而銅花不開 大家都知道和天氣有關 經常來八山的人 大概都知道花旗 差不多都知道 因為警察都沒有幾天 所以今年都超萬綠兩星期 記者專程上山 尋找雪白銅花 拍到的是滿山綠色景緻 有關銅花開花的最新資訊 新北市客家事務局 委請了各個區公所 即時公布在新北市客家園區的領書上 提供民眾做參考 而拍不到銅花 倒是意外在鏡頭下捕捉到在山林中 竹巢的台灣藍雀身影 數位天空新聞 土城報導